來看你另外一個有前期的事件 為了台北市這中山南部跟青島西路的路口 這是前台北市長的高校 過去在大的地方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停車場了 說未來台北市政府要開45月 和附近過去來鋪的台北市會 那裡的地方要作為來做一個流行 嚴格重心 用這個BOT方式有哪個委託外界在經營 但是這有哪個影響之後民進黨的習慣會配品 感染他對面各個中山南路 三千島西路口三個月情侦 就是台北市長高校的官司 現在變成停車場 90年的歷史建物 市政府認為沒有保存價值 他四月催會把他抵掉 當時大家的決議是 因為他未達到這個建築物 這個保 評定 這個保存的一個標準 所以那時候決議就是沒有保留 郭佑市府走過三個台北市長 是台北市人級最大的市長 也是台北市改革資料 變成地下市第一人市長 開很多重要的道路 有開路市長的賣名 對台北市的發展有相當的律師意義 如今市政府幾月進行 都市經營 要參加府省的市議會的所在 用四十五月的學生開發 變成流行嚴格重心 以BOT方式為何經營 黃色的這一部分 病統市議會的這一部分 是將來做音樂廳 那右側的這一部分 這四塊的話 將來是做 那個第四種商業區的建築來使用 市議院平平市長 有不好好來維護文化祝賛 以經濟利益所可影響 財團的副圍 我們不需要再蓋一個 像南港這樣的四十五億元 這麼大的音樂中心了 我們到底有多少流行音樂 有多少的藝術家可以來展演 這才是我們關切的事情 這期觀景為 市政府聽來再蓋 蓋來再蓋 都市經申部幾位 重要的歷史 故階要變成都市的商品 記者做報道 請教主機 我們在最近的薪圍 要好嗎 都市政府 都市場